星星闻闻 为了确认死亡男子是不是自己的养子 马来西亚拿督在17号下午特地带着自己的太太来到戏指奔局 专案小组接洽希望记者照片指认 不过因为脸上的肿胀太明显 身上的刺青却又符合特征 因此确定就是他的养子没错 拿督来到戏指奔局伤心认识 一见到养子脸部肿胀都难以辨识 忍不住哭红双眼 死者遗体手腕有个运动手环 加上看到背部特殊的墨叠刺青 这两大关键特征 让夫妻俩一眼就确认是养子没错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细指警方在10号发现有人被弃尸在偏远山区 联合刑事局警方要追出杀人凶手 原来拿督养子张荣俊在上个月26号 从住处被带往台北市德惠街拘禁 零6月10天致死后 这个月5号前半一路从中山区开了16公里 到戏指大尖山深山弃尸 一开始警方毫无头绪 连死者身份都无法掌握 直到5号一通神秘电话搭进刑事局 对方说朋友被杀害弃尸在戏指山区 这才比对出身份进而破案抓人 但到底是为了什么 深仇大恨 死者生前榴莲中山区酒店物交损友 染上毒瘾 嫌犯工程就是为了2000元的毒品钱 把人骗出来拘禁淋略致死 死者的养父是马来西亚拿督 被收养后 养父想尽办法也计划帮他取得拿督头衔 找你做我的搭档最适合了 大家都说你办事能力强 电影中利用拿督身份炸裁黑帮大哥 现实生活中在马来西亚 只要有钱对国家有贡献就能受风拿督 但可能就是因为养父的拿督身份树打招风 如今养子遭害后 警方也被下封口令 引发外界联想 这拿督在台湾的势力 是不是真的悲同小可 记者刘志展刘世伟 温赞黄子凤 新北市报导